旧金山湾区是韩国瑜访美的最后一站,此前他已经去波士顿和洛杉矶访问。 16号下午,他参加了全球玉山科技协会举办的2019美国硅谷论坛,有15位演讲者与韩国瑜互动,为高雄的未来发展建言。 全球玉山科技协会与高雄市签署合作一项书,在五大高科技领域为高雄做顾问。 韩国瑜也与多家硅谷的新创公司签署了投资一项备忘录,期待高科技公司去高雄投资发展。 韩国瑜强调高雄无法和硅谷相比,但愿意学习这种精神。 他表示将于5月1日成立青年局,重点是帮助青年创业。 韩国瑜还表示,如果高雄的高科技公司不断涌现的话,希望创立高雄创业股票板块来融资。 就是高科技的创新股票的一个交易平台。 一旦有这个交易平台之后,对我们高雄联军创业的时候,赶量会大增。 资金的取得更容易。 对于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的发言,韩国瑜也做出了澄清。 韩国瑜也呼吁选民投票,要清楚自己的选择,选出来政治人物后,自己要承受后果。 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台湾委婚了二三十年,但是所有这个人物都是选民选串的,能怪谁的。 16号晚上,韩国瑜将对近三千万区台胞发表演讲,然后结束防美行程返台。 新潭记者曹景哲,余伟,硅谷,圣塔克拉拉报道。 好,谢谢大家,谢谢,谢谢各位。